大家好,我是海君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红豆酥的制作方法 不用烤箱,不用一个个去揉 简单,易做,口感焦香酥脆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倒入普通面粉300克 食用油90克 白糖40克 凉水80克,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面3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油酥 碗中倒入150克普通面粉 加入70毫升烧好的热油 搅拌均匀,晾凉备用 拿出饧好的面团,简单揉几下 把面团揉均匀 整理成圆形 按压扁 用擀面杖擀开 把油酥团成团,放在面饼上 包裹起来 搅拌均匀 把口捏紧实,然后给它翻面 擀成长条状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大薄片 然后从底部卷起来 卷起来 卷成一个长桶状 盖上保鲜膜,饧面10分钟 10分钟后,把面卷按压扁 再次擀扁,擀长 擀成这样的长条大薄片 擀成这样的长方形的薄面片 再次从底部卷起 盖上保鲜膜,再饧10分钟 擀上保鲜膜,再饧10分钟 擀成这样的面团 再次按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薄片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薄面片 擀成这样的薄面片 擀成这样的薄面片 从底边卷起来 整理一下 然后切成均等的段 拿过一个切好的剂子 再次整理整齐 整理成这样整齐的面筋 垫饼成刷少许的底油 放入生坯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开下火,先烙三分钟 一定要小火烙 时间到 把每颗生坯的上面 涂抹一层蛋黄叶 然后撒几粒黑芝麻 然后给它翻一个面 底部颜色已经特别好看 盖上盖子继续烙 全程要不断的翻面 防止烙糊 这面颜色更漂亮 继续烙 烙完上下两边 再翻过来 烙一下侧面 全程要不断的翻面 一定要小火烙 烙着两面金黄 按压能够快速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这面也特别的漂亮 红豆酥就全部出锅了 两面颜色都特别的好看 金黄酥脆 内部浓浓的豆沙香 一层一层的 特别的好吃 如果您喜欢 就赶快试试吧 我是海娟美食 我们明天见 好� open 好�好 谢谢观看